第零三五腰章 幻想 上 梅恩行完礼后 扶着教皇重新回到推车上 杰罗 奥伯赖恩喘了口气 低声喊道 身穿白衣的纯洁者 从一侧小门中走出 脚步轻盈地几乎听不到声音 我在这儿 大主教皱了皱眉头 还没想到 如此机密的地方 居然会有纯洁者存在 所以说他们觉醒后 都被教皇一手带大 并且侍奉勉下终生 但 这些女子毕竟是女巫 而且对方 似乎比自己更早知道 倒影教堂的存在 这让她心中略感不快 带她去幻象间 嗯 她走到祈祷台前 按住摆放在桌面上的 十颗盛典 魔力光辉闪现 背后的句话 缓缓向上升起 露出一扇黑油油的金属大门 随后杰罗从教皇脖子上 取下吊坠 将金石坠势插入门锁中 一扭 铁门内部传来卡搭一响 向内开启 她取出坠势后 没有交还给奥伯莱恩免下 而是递到了梅恩手中 大主教回过头 望向教皇 后者点点头 拿着吧 今后就由你来 保管它了 无论是疏密圣殿的藏书室 还是研究机关的密门 都可以用这枚金石来打开 我们走吧 杰罗笑着 牵起梅恩的手 走入句话背后的房间 这里应该是地面教堂 不存在之处 在相同的位置 此处只有一扇 面向赫尔梅斯高原的落地窗户 房间看起来十分宽敞 成圆形结构 差不多有半个祈祷厅那么大 不过偌大的空间里 什么摆设都没有 看起来空荡荡的 唯一可以落座的地方 是一条沿着弧心墙边延伸的石凳 金属门关上后 梅恩甩开了纯洁者的手 脸下有让你跟着进来吗 杰罗不以为异道 我不进来的话 谁来启动幻象魔石 你又没办法驱动魔力 如此无理的回答 让梅恩心里一致 看来他仍在以奥伯莱恩 脸下的女巫自居 等到自己结果权 执掌教会之际 绝对要让他明白 不只是教皇本人 拥有继承资格的大主教 同样是需要尊敬的对象 那么就开始吧 他忍住心中涌动的情绪 在石凳上坐下 是 大人 杰罗掀开墙壁上一块案板 将手摁在魔石上 不过 还请做好准备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启动这东西 第一次 他不是活了两百多年吗 难道以前的教皇交接仪式 他都没有参与过 梅恩心里微微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还来不及细想 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已深处暗黑之中 这片漆黑是如此纯粹 完全看不到任何光源 墙壁 地板和石凳都仿佛 消失了 他 如同被一头深渊巨兽一口吞入 顿时失去了远近的概念 天上地下浑然一体 目力所及之处 全是一片黑色 一下头 就连自己的身体也淹没于 其中 梅恩平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伸手向下摸了摸 石凳仍在他的身下 跺跺脚 地板 也同样如此 这让他稍微放松了一些 看来自己并不是被转移到了某个新的地下室 只是 磨石的能力 吞没了这里的所有光芒 不过在这么黑的情况 怎么可能看到 碾下口中的真相 像是回答他的疑问般 地面再次亮了起来 不过很明显 这绝非密室里的场景 每一块石板都打磨得光滑成亮 上面刻着繁杂且精美的花纹 并反射出幽蓝色的光泽 很快头顶也洒下光芒 他惊讶地看到顶板上浮现出 透明的天窗 扣过这扇窗子 他甚至能看到 室外晴朗的天空和云彩 不一会儿 室内其他摆设也一一出现 一张大理石圆桌 围成一圈的椅子 摆放在桌上的地图和玻璃杯 四周垂落的窗帘 与架立着的装饰剑盾 以及悬挂在正门口顶端的一只巨角路头 接着是人影 梅恩不敢置信地 看到一个个栩栩如生的 女子形象出现在视野中 他们穿着华丽的长袍 围坐在圆桌边 其中正对着厅堂大门而坐 位于众人首席的 赫然便是红发的魔女之王 他双手下垂 交叠于身前 昂首挺胸 眼睛直视前方 其他人的目光 则全部集中在他的身上 一切看起来 都像是副逼真的画卷 这就是幻象间所代表的含义 梅恩暗想 当眼前的这一幕景象 丰富到与真实场景别无二之时 所有人仿佛在瞬间活过来了一般 各位 神发军试验已经获得成功 阿凯丽丝身边的一名女巫开口道 他们目前来看极为凶悍 不惧生死 利益大无穷 即使能力弱小的辅助女巫 也可以转化为 不亚于原初超凡者的强大武士 另外 他们还拥有扰乱魔力释放的特性 面对同样需要驱动魔石作战的狂魔 和地狱领主时 巫医具备极大的优势 但转化一世 需要消耗女巫的性命 而且我听说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转化成功 有人说道 这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 他摊开双手 我相信随着研究的继续 汉密会一定能找到弥补的方法 不要说得这么轻松 伊连恩 我们本身就是少数 每一名女巫都弥足珍贵 那人皱眉道 死在魔鬼手里 和死在仪式上 又有什么区别 伊连恩昂首道 至少后者还能为联合会 做出最后一份贡献 你说什么 够了 阿卡丽丝轻声道 虽然声音很低 但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闭住了嘴巴 等待魔女之王 接下来要说的话 凡人无法战胜魔鬼 我的姐妹们 她平静地说道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做 享受着这最后一片安宁 静静等待魔鬼下一次入侵 随后历史会将我们彻底抹去 我们也可以做最后一波 将希望放在神法武士上 并为此做出牺牲 我承认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但只要人类能够延续下去 女巫一脉 就永远不会决断 我虽然是星云之城的女王 但也愿意 把这个重大的选择权交给你们 是想要放弃抵抗 安静地死去 还是想为失去的姐妹复仇 将魔鬼赶出曙光镜 重现女巫昔日的荣光 都是你们的自由 当然 在场所有人都没法亲自参与 第三次神异之战 所以 无论是那种选择 我们都可以平安度过这短暂的一生 记住 你们现在做出的抉择 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女巫这个族群 为了今后的姐妹们 还能看到神明的微笑 不同意的 现在请站起来 第0352章 幻象 下 原来 原来竟是这么回事 梅恩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幕幻象 心里的震撼 无以复加 神伐军 转化仪式 竟然是女巫发明的 为了战胜魔鬼 他们 不惜以自己的同类 作为牺牲品 这里面有几个人会当场站起来 斥责她的无情 最终结果出乎她的意料 半课中过后 没有一个人起立 就连那位对仪式 提出质疑的女巫 都为公然反对 阿卡丽丝的话 她只是咬牙狠狠砸了下桌子 真是讽刺 亲手杀死众多女巫 却是为了女巫的延续 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 但她说的没错 一名年长的女巫说道 我们终究脱胎于凡人 当全人类灭亡 女巫亦不复存在 反过来说 无论转化仪式 牺牲多少位女巫 总会有新的女巫出现 来代替她们 凡人越多 女巫也越多 一连恩怂怂间 神伐军 就一定能战胜魔鬼吗 有人问 我不知道 阿卡丽丝再次开口道 在没有尝试之前 谁都不知道答案 此前两次神异之战的失败 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 那就是 魔鬼的力量 要远胜于我们 限制他们行动的 只有红物 这意味着 即使我们制造了大批神法武士 也不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她顿了顿 不过你们应该知道 我的行事风格 一连恩微笑道 哪怕只有一丝可能 都要尽力而为 我愿追随你左右 为了女巫的延续 我也不想就此认输 众人纷纷起立 向魔女之王行礼 提出质疑的女巫 最后一个站起来表态道 希望你说的是对的 那么就这样决定了 阿卡丽丝点点头 看得出来 她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接下来便是说服 联合会其他成员 他们并不一定会听从你 年长女巫说道 想要不受阻力地 推行神法军转化 女巫 就不能作为高高在上 特权存在 联合会 必须解散 过去发生的一切 都得彻底掩埋 我会尽力说服他们 阿卡丽丝的声音 坚定不移 如果他们无法接受 隐星城 将会独自推动这个计划 重铸新的秩序 随后画面消失 黑暗再次吞没了一切 当密室里的光线 恢复正常时 梅恩发现自己的后背 已经被冷汗尽湿 脑海里晕眩得厉害 您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需要我扶您出去吗 杰罗走过来问道 不用 你快去把门打开 他大口喘气道 金属门推开后 梅恩跌跌撞撞地 走出幻象间 捂着嘴跑下祈祷台 会倒在奥伯莱恩面前 接触这些时的反应 跟你一样 休息下就能恢复过来 为何我什么事都没有 杰罗搂着教皇的手臂问 因为你本身就是女巫 身体早就习惯了魔力的运行 奥伯莱恩慈祥的孝道 无论是耐力还是抵抗力 女巫普遍都要胜过凡人不少 没恩好半天才平缓地呼吸 这就是教会的 由来嘛 没错 阿凯丽丝之后 率领坠心城与其他两城女巫作战 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制定了全新的规则 女巫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选之人 而是被魔鬼引诱 堕落的邪恶者 这场战争持续了近百年 在史书中被称为信仰之战 他活了那么久吗 教皇摇摇头 阿凯丽丝在建立教会后不久 便与另一位超凡之上同归于尽 第二任教皇继承了他的意志 继续率军作战 直到将其他两派势力彻底收服 可惜 这场战斗 使得三成元气大伤 几乎失去了对世俗的掌控力 不愿意参与 女巫之战的凡人们 开始在这片狭窄的大陆扎根下来 引领当地人开垦建设 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四大王国 不知为何 奥伯来恩越说越精神 就连声音都变得连贯起来 不负之前的虚弱感 接下来教会 虽然多次清扫过那些残余分子 奥阔不属于最新城的凡人 但世俗间的格局已经形成 教会 由于后续乏力 终究没能完成大陆的统一 这一切都归根于魔女之王死得太早了 被他视作朋友的纳塔亚 不仅没有接受他的计划 还在会议上突然出手袭击阿卡利斯 这一幕都被记录在完整盛典中 教皇叹了口气 如果他还活着 信仰之战足以提前50年结束 那时候 教会完全可以再收纳全部女巫后 趁势统一大陆 没人能想到 这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梅恩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陛下 我有一事不明 为什么前面的教皇都是女巫担任 后面却全部成了普通人 杰罗 你先退下 奥伯莱恩沉默了片刻后说道 是 待纯洁者离开 他才缓缓开口道 因为懦弱和胆怯 是 妈 他正了正 一时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不 孩子 你没听错 奥伯莱恩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的样子 为了等到战胜魔鬼后 能够重新恢复女巫的荣光 阿卡利斯曾规定教皇 只为必须由超凡者来担任 但超凡女巫十分稀少 不是总能找到合适的对象 到后来 也有一些杰出的普通女巫 担任过教皇 然而懦弱和胆怯 就像心中的毒蛇 一旦出现 便无法遏制 身为凡人的大主教 害怕有朝一日 受到被压迫女巫的清算 直接窜取了教皇之位 梅恩瞪大了眼睛 所以之后的教皇都是 没错 我们都是 窃取了女巫牺牲成果的胆怯之辈 教皇长出了一口浊气 不管将来如何 教会都会将这个秘密 永远埋葬 他顿了顿 至于神异之战的真相 都记载在书密圣殿里 现在就由你来背负这一切 继续走下去了 即使放弃 也是明智的选择 说出这番话后 他整个人陡然松懈下来 像是脱下了重负 全身躺靠在推车上 放弃 自己若是放弃的话 还有谁能接掌这个位子 但梅恩还来不及细想 就已经发现了奥伯莱恩的不对劲之处 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当才精神异异的模样 仿佛只是短暂的回光返照 如今他的眼神正迅速扩散 光芒一点点暗淡下去 勉下 奥伯莱恩勉下 梅恩上前焦急地晃了晃了对方 然而 他只是空荡荡地望着顶板 嘴唇微微开合 像是在呢喃着什么 在最后一刻 梅恩仿佛听到对方在说 孩子 对不起 10353章 探迷回夜色褪去 窗帘缝隙中 透出蒙蒙光芒 天亮了 艾格莎几乎一夜未眠 脑袋中全是夜阴的那几句话 遍及大陆的人名 你为何还抱着之前的观念不肯松手 时间还很长 你可以用双眼去确认 他翻身下床 走到衣架前 抚摸着象征塔奇拉探迷会的长袍 记得通过三席一致认可 获得这件袍子时 自己的心情简直高兴得像要飞起来一般 探索魔力 奥秘是他一生追求的事 而探迷会最信奉的一句话 便是存在极真理 如果那群凡人真能证明自己的力量 艾格莎穿上长袍 挥开门向大厅走去 不管如何 自己或许就是最后一位探迷会成员 也是塔奇拉的唯一幸存者 想要重建新圣城 亦不是一两天能办到的事 在此之前 不妨亲眼去看看 凡人王子到底有何能耐 可以让女巫们对他言听计从 吃过早餐 艾格莎在温迪的陪同下 来到了挥发王子的办公室 他的打扮和400年前差异不大 但给自己的感觉 跟下城区那些常见的佣兵 商人和农夫都不同 跟家族侍卫长卡夫也不相同 他们大多只需一眼 就能判断出深浅 甚至连心底的想法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简单的就像是个空洞的符号 然而这种辨认方式无法用在王子身上 特别是对方的眼睛 明明只是普通的灰色瞳孔 却让人觉得 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神采和信心 特别是后者 与盲目乐观带来的自信不同 而是源自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和平和 仿佛他已经活了 数千年之久 对世间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叫罗兰 温不顿 艾格莎在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名字 昨晚休息得如何 对方笑了笑 四百年后的麦粥和煎鸡蛋 应该还和你的胃口吧 勉勉强强 如果你没有派女巫 擅自进入我房间就更好了 他微微一正 随后无奈地摇摇头 好吧 他以后会敲门的 对了 如果你想去外面逛逛 参观下这个时代的小镇和人民风俗 可以找夜阴引路 若是想查看历史书籍 可可以询问书卷女士 她可是把所有看过的书籍 都记在了脑袋里 人民风俗 艾格莎皱眉道 魔鬼的威胁 已经近在眼前 我只想看看 你是如何敢夸口说凡人 也能战胜魔鬼的 若无法阻挡他们的进攻 历史和风俗都毫无意义 王子撇撇嘴 比起重工业 轻工业和名声也很重要 为啥都对打炮有兴趣呢 什么重什么轻 不 没什么 对方吐出口气 你会看到的 今天下午正好要进行 新式武器的性能测试 不过在那之前 我还有一些问题 想要问你 白人操作的新武器 艾格莎不禁想起了 武功和投尸机 如果只是这些东西的改良品 对付魔鬼 还远远不够 但他没有把心理的质疑 表露出来 问吧 你之前提到 卡其拉圣城 是女巫统治的城市 没有魔力的普通人 只能算作下层人民 那么他们一天吃几顿 主粮是什么 肉吃得多吗 艾格莎不由得一愣 他没想到 对方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平民也有地位高低 能为高阶女巫效力 担任一些杂物所示 城市防卫的普通人 与能力最弱的辅助女巫相当 其次是农夫和商人 最后是奴隶和苦力 至于你问的这些 我没办法回答 任何一名住在上城区的女巫 都不会去注意 普通人吃些什么 至于我塔里的侍卫和仆从 他们皆是按一日三餐供给 除了邪魔之月外 每周都能吃到一次肉 他们的薪酬是多少 那是什么 钱骂 他挑了挑眉头 他们成为我的簇拥 奉为我主人并效力 终生 而我给予他们住所和食物 传授他们知识 除此以外 不需要其他报仇 原来如此 对方饶有兴致地 在纸上刷刷写着什么 像是种地 养殖牲扣 打造铁器 女巫也会参与进去吗 当然 这些都是辅助女巫干的活 爱个杀达到 就算是他们 也比普通人要出色得多 单独交给凡人来干的话 根本没法满足联合会所需 像这样的问答 一直持续了近半个时辰 他似乎对女巫各大城市的 衣食住行格外感兴趣 问得也十分详细 这让爱个杀感到难以理解 比起这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他就不关心 已经占据了大半个曙光镜 并且即将再次展开入侵的魔鬼吗 王子稍稍休息了片刻 将手中记录下的内容 交给书卷 你说自己是探秘会成员 而这个组织 是专门研究魔石和魔力的 终于问了一个 还算像样的问题 爱个杀点点头 不错 所谓的魔石 都是由神法之石转化而来 它既能抑制女巫的能力 也能使女巫发挥出 截然不同的力量 这句话 让所有人都为之一论 但名字称为提力的女巫 更是脱口而出 要怎么做 他终于找回了些 往昔被重视的感觉 不禁略感得意 这是四百多年来 汉密会一直所追寻的秘密 为了弄清楚 魔力与魔石之间的联系 付出的心血举不胜数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但你们也必须拿出 可以让女巫 觉醒几率提升的知识 来交换 提力与罗兰对视一眼 这一点当然没什么问题 不过 我有一处疑问 不明白 他举起左手 手指上佩戴的蓝色金石戒指 折射出醒目的光泽 这颗魔石 是从古代遗迹里发现的 它能让我拥有 自由飞行的能力 毫无疑问 这种魔石作用巨大 在与魔鬼作战时 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 都可以使部队占据主动 平日里也能省下不少赶路时间 他顿了顿 可为何你们撤退时 仍是依靠不行 即使像你这样的 高阶觉醒者 也没有一颗如此方便的魔石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10354章 魔石艾克莎顿时一致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拥有飞行魔石 而且已经摸清楚了他的用法 犹豫了好一阵子 他才开口道 我们只是明白了魔力与魔石的关系 但无法制造魔石 无法制造 提力差一道 什么意思啊 这些魔石 都是魔鬼制造出来的 他叹了口气 如果我们能得到稳定的魔石来源 将辅助女巫转化为战斗女巫 也就不会有神罚军计划了 魔鬼造的 女巫们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神情 只有罗兰脸色沉了下去 你们对魔石制造都知道多少 他问道 这些石头又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 这两句问询的语气有些声音 艾克莎本不想回答 不过考虑到 魔鬼才是女巫最终的敌人 这些消息迟早都要说出去 只好在心底付菲了几句对方的无礼 缓缓答道 魔鬼族群里有一种奇特的个体 我们称其为混沌兽 外形看起来像是一朵巨大的花苞 立起来时差不多三四人高 下面有处须可以缓慢爬行 他吞食神阀之时候 就能出产出各种类型的魔石 根据石头类型 转化速度也不尽相同 这些你都亲眼见过 我们曾抓过一只活的 他对王子的质疑感到十分不满 圣佑军绕道突袭了一处远离战场的魔鬼营地 那里正好有一只混沌兽正在生产 发光魔石 羽巫们把他带回了塔奇拉 并让他为圣城效力 这类魔鬼的智商极为低下 只要不断喂入石头 即会自行转化 生产更高等的魔石 也不明白该怎样饲养他 半年之后 他就如同断了根的植物 全身发黄 忽而死了 后来探秘协会还派出过数名女巫 前往其他魔鬼营地进行探查 带回的情报都确认了这一点 混沌兽是获取魔石的唯一途径 能力越是强大的石头 转化速度就越慢 而大部分魔鬼都会利用魔石作战 例如黄魔 便是将能够瞬间激发体内力量的魔石 嵌在手臂上 使自己拥有强大的远距离攻击能力 我们所获得的魔石 都是从敌人身上或营地里缴获的 所以这枚飞行魔石 原本属于一位魔鬼 提力好奇道 据我所知 只有力量强大的邪魔头领 才能拥有这样的魔石 爱个沙叹了口气 它应该属于某位超凡之上的战利品 魔石的种类呢 罗兰眉头紧簇 它们一开始就拥有各种能力的魔石吗 当然不是 如果按你所说的那样 人类早该完蛋了 它翻了个白眼 在第一次神异之战时 大部分魔鬼都没有佩戴魔石 它们依靠力大无穷的身躯 身披厚重铁甲 手持铁矛 进攻人类的城市 这一点在史书中有详细记载 战争一打就是数百年 随后人类的领土一点点被吞噬 直到全面溃腿至沃土平原 说到这儿它叹了口气 那时候是我们最接近胜利的时候 如果能以女巫为首 全力培养战斗女巫部队 魔鬼根本无法踏入曙光进一步 然后它们就拥有了各种魔石 大概吧 到第二次神异之战时 它们的手段就越发多样起来 艾格莎语气低落到 这一次战争只持续了35年 我们就被彻底打败了 虽然精锐的圣佑军 能与地狱领主抗衡 但敌人的数量比我们要多得多 听联合会的前辈说 前十年 女巫还可以在场上占据优势 因为超凡之上 就能杀穿魔鬼的军队 不过后来人员损失越来越多 我们便只能固守城池了 这一次 王子沉默了很久 似乎在思考什么严肃的问题 看来他也终于领悟到 魔鬼的可怕之处了 艾格沙响 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近不惊人 等待这一次进攻时 不知会出现怎样的军队 那些狂魔 星巨魔 地狱领主 都是你们给魔鬼划分的种类吗 就在罗兰沉思之际 提力出声问道 没错 这些名称是从第二次神异之战 才传播开来的 它们在 没有获得魔石之前 除开体型差异外 并没有多大区别 那它们 是如何繁衍的 呃 这个 艾格沙这么正 我并不清楚 书上没有记载过 也没法从俘虏口中得知 没有红物 它们很快就会死去 我们缺乏足够的时间 去了解它们的语言 而那些不需要红物的魔鬼 基本都是低等野兽 没办法沟通 野兽 嗯 魔鬼族群种类繁多 但大可分为两种 它详细解释到 一种具有魔力 而一种没有 后者不需要红物 也能生存 但无论是外形和智力 都和洞无异 例如 为魔鬼搬运物资的 八族爬虫 还有长着双翼 能够搭载魔鬼 从天降的恐兽 等等 王子忽然挑眉道 你说的恐兽 是不是长这副模样 它从抽屉里 翻出一张画卷 在艾格沙面前摊开 这的确是一只恐兽 画卷上的双翼魔鬼形象 唯妙唯俏 毫无疑问是出自 女巫的手笔 你们见到这种魔鬼了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罗兰喝了口茶 我还以为 这是被魔鬼驯服的邪兽 这么说 他们并不是一体 当然不是 一等邪兽 只是魔鬼的食物 而强大的异形邪兽 同样是魔鬼的敌人 当邪魔之月降临 他们的攻势 往往会骤减 这时候 也是我们的喘息之机 艾格沙顿了顿 将话题转移到了 近在咫尺的敌人身上 有恐兽出没 就意味着周围有魔鬼的营地 他们在哪里 就在迷藏森林一席 一座巨大的雪山背后 罗兰将探查经历 大致讲述了一遍 那里 已经被红雾覆盖了 不 还没有 艾格沙激动地说道 那些低矮的石塔 是用来维持红雾的设施 他们会不断将 存储的液体蒸发出来 因此 需要定期补充 所以那些魔鬼 才会缩卷于地下 尽可能减少消耗 我们可以尝试 攻占这个营地 主动攻击魔鬼 女巫们纷纷吸了口凉气 有用于警戒的眼魔 就说明 营地里十有八九 存在混沌兽 不然一处位置偏远 靠山贝海的小型营地 根本不会布置数量 稀少的高等魔鬼 还咬咬嘴唇 混沌兽 始终会保留 前一种魔石类型的生产能力 即使不是高等魔石 我也能利用它 继续进行探秘会的研究 说不定可以探明 神法之时的转化原理 第零三五五章 奇迹一群人大眼 瞪小眼地望着它 过了好一阵子 王子才清了清喉咙道 那些红雾 不是极具腐蚀性 根本无法靠近吗 它只对女巫有效 根据探秘会的研究结果 普通人 动物和植物 都能在红雾下存活 而且 火焰可以加速它的消散 艾格莎直言道 你不是说 凡人可以战胜魔鬼吗 那就证明给我看看啊 双翼恐兽 可以交给飞行女巫 去引开 它指向提力 其余人 提前布置好战阵 唤醒魔鬼 等待他们前来自投罗网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一定能轻松吞掉这个句点对吧 罗兰笑着摇摇头 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这趟侦察是利用热气球完成的 而非你认为的飞行女巫 这种浮空工具 一次只能搭载十来人 恐怕没办法将普通士兵运过去 而且 它顿了顿 你安排的这个计划并不稳妥 谁也不知道 弟弟到底潜伏着多少魔鬼 近距离作战 很可能会遭遇伤亡 引诱恐兽 也是件危险活 我不能让他们去冒险 与魔鬼作战 怎么可能会有完全之策 艾格莎恼怒的想 圣佑军每一次主动出击 所有人都是抱着战死的决心 与魔鬼厮杀的 他果然在骗自己 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付出伤亡在正常 不过 只有从未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人 才会如此在意 部队的死活 心里虽然失望 不过他仍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没有把这番质疑表露出来 等到下午参看完所谓的新武器 一切就会有定论 只是艾格莎此时 已不抱太多希望 一个纸上谈兵的王子 一群辅助女巫 加上脆弱无力的凡人 就算武器再强大 又能厉害到哪里去 或许当联合会 瓦解消散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了人类的灭亡 你在话里多次提到了神异之战 为何要这么称呼它 难道这不是一场 抵御魔鬼侵略者的战争吗 欧兰换了章纸 提起额毛笔问道 所有人都是这么叫的 至于战争的缘由 史书并没有记载 艾格莎有些心灰意冷地达到 说成是抵御侵略者的战争 也没错 魔鬼的确是通过石门 来到曙光镜 什么石门 书卷忍不住打断道 从地底升起的地狱之门 他叹了口气 每当滴血的红月降临 地狱之门便会开启 吞噬我们居住的世界 这是史书上的说法 总之这些该死的 石门每隔数百年 便会开启一次 第一批魔鬼 正是通过他们 来到了曙光镜 企图将我们赶尽杀绝 一人进攻的周期性 也跟这个有关 他们需要红物才能生存 若离开红物范围 就得随身携带储存容器 皮囊 铁盒 或者用鞋兽甲铐做成的罐子 这也是我们还有机会 迎来第二次 第三次神异之战的原因 当石门出现后 魔鬼才能搭建 可以自行生产红物的坊间碑 这种黑色石塔 几乎比山峰还要高 扩散范围也极广 差不多一座 就能覆盖整个沃土平原 他缓缓说道 如果下一次神异之战爆发 那么一定是魔鬼 在沃土平原中 新建设起了坊间碑 将平原变成他们的家园后 再依托位于红雾边缘的营地 向你们发起攻击 这一次 人类已经无路可退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大家还能去峡湾避一避 提力耸间道 你是说 漩涡海中的那几片岛屿吗 狭小的土地 又能养活多少人 不过是在绝望中 等待末日降临 罢了 爱个杀美好祈祷 好了 大家都乐观点 至少我们现在对魔鬼 已经有了大概的了解 王子摊手道 等到第三次神异之战开始 我们也不是毫无准备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其他是放到午饭后再说 爱个杀吃过丰盛的午餐后 跟着温帝回到自己的房间 王皇帝的生活 比他预料得要更奢华 菜肴种类和口味 都远胜过他记忆中 任何一次宴席 大概自己出生于战争年代 那时候 无论是在自家石塔 还是在联合会要赛 食物都是以面包 豆干和蔬菜汤为主 但在这里 盐 黄油 蜂腻 应有尽有 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香辛料 尽管要注意形象 他还是忍不住扫空了 整盘煎烤蘑菇 和两大块胡椒肉排 但越是如此 他便越是觉得气愤 即使痛恨自己 无法抵御美味的诱惑 给塔奇拉圣城丢脸 又觉得在如此危机关头 王子还有闲情来享受美食 殊不知人类 即将走向灭亡 简直是目光短浅 我已经熟悉成宝里的路了 想到这儿 他语气不免有些硬邦邦地说道 下一次不用麻烦 你带我回来了 并不是麻烦 我十分乐意做这些 温帝微笑道 而且 你有想说的话 也可以跟我聊聊 跌在心里 只会让自己的情绪更加低落 他不是说好 下午要带我去参看新武器测试吗 为什么吃完饭后 就一个人离开了回客厅 你是指罗兰殿下吗 这个嘛 我想 殿下是打算午睡一会儿吧 温帝言嘴道 这是他的习惯 一般中午 都会睡上一个时辰 殿下常说 身体是工作的本钱 没有充分的休息 是无法胜任领主工作的 午睡 这是哪门子习惯 一晚上时间还不够他睡的吗 艾格沙愤愤地想 这分明是懒惰者给自己找的借口 你们居然还一副信以为真的模样 普通 女巫也好 高阶觉醒者也好 为什么你们 对他如此信任 有加 他深吸了口气 只是因为 他给了你们安居之所 你们真的相信 他能战胜魔鬼 不 哪怕是战胜压迫你们的教会吗 我不知道其他姐妹的想法 温帝柔声道 但我是相信的 因为殿下 能将别人无法想象 或不敢想象的事情 变为现实 对我来说 那都是一个个奇迹 奇 既 在女巫遭受猎捕和追杀时 他挽救了共诸会 在所有人都视我们为邪魔时 他创造了一个女巫和凡人能共存的领地 短短一年时间里 殿下靠平民组成的军队挡住了邪兽清袭 击败了地盘 比他大上数倍的莱茵公爵 就算是徽宝王国的狂化大军 也没法踏入西境一步 但这些都只是凡人之间的战斗 跟神伐军和魔鬼完全不同 爱个沙摇摇头 当然不止这些 温蒂接着说道 他传授学识和理念 让四名姐妹的能力发生了 净化 他不止造出了力大无穷的机器 还有能使其事 甚至是普通人战胜超凡女巫的武器 这些都是我能够看得到的奇迹 不是来自于酒馆流传的史诗 也不是来自书本上的传奇 他们都发生在我的身边 他总有一天会成为灰宝之王 带领我们 祈拜任何敌人 他的眼睛带着笑意 声音却充满了信心 我是这么相信的 10356章152 能让普通人战胜超凡女巫的武器 温蒂离开后 爱个沙就一直在想着这句话 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超凡者吗 只可惜 自己手头没有平衡模式 不然便能清楚地了解 这些人的魔力和种类了 一直等到快要不耐烦时 叶英出现在他房门口 殿下 邀请你去参观新武器事社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我去 他沉声道 请带路吧 看到一脸心松 打着哈欠的罗兰王子 爱个沙忽然有种甩他一脸冰渣 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地冲动 不过这种容易引起 其他女巫误会的行为 最终也 只能在心里想想罢了 出了城堡 他还是第一次 在白天见到这座小镇的全貌 在大雪的映衬下 首先跃入脑海的感觉 便是整齐 一栋栋归整的双层房屋 并排而立 造型大小都完全相同 洁白的轮廓 和红色砖瓦的坡屋顶 显得格外协调 黑色的街道 全部都是直来直去 将城镇分割成 一个个大小相近的方块 从近处向远方眺望 所看到的景色 完全是楼房 树木 街道 树木 街道的循环 就像是一层层叠 上去的一般 即使是塔奇拉 那城区也无法做到 如此整齐有序 不过令他感到 扳回一城的是 这座小镇里 除了城堡外 再也没有其他 值得多看一眼的建筑 就连城堡本身 在宏伟程度上 一远不及塔奇拉的 探秘高塔 毕竟只是个 小小的镇子罢了 艾格莎心里 不屑地哼了一声 转头望向夜阴 这里住着多少人 嗯 一开始只有两千多人 现在加上 南北两地的流民 已经接近三万人了吧 两千人就敢说 要战胜魔鬼 根本是痴人说 等等 三 三万 艾格莎瞪大了眼睛 塔奇拉在巅峰时期 也不过容纳了五万人 这块巴掌大小的地方 居然能有三万居民 他不会 是把周边村庄的人口 也算在内了吧 虽说这些四四方方的砖房 看起来的确能比 木头平房 人口超过一个界限后 对城市的要求 便会成倍增长 首先是粮食 和饮水的需求大幅提高 其次是窝棚区 和平民窟扩张 带来的治安恶化 最后就连粪便处理 都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第二次神异之战后期 塔奇拉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随着各大城市 纷纷沦陷 涌入盛城的人数激增 超出负担的人口 不仅没有增强防守力量 反倒让全城 几乎陷入瘫痪 直到联合会 强制清除掉一批难民 才将局势稳定下来 正因为亲身体验过 艾格莎才知道 扩充城市人口的难处 看对方漫不经心的模样 他心里将信将疑 或许叶英根本不知道答案 只不过在哄骗自己 以后这类问题 还是向温帝请教好了 他想 至少后者的态度 看起来比较诚恳 穿过人来人往的街道 艾格莎跟着王子等人 登上一段 由泥土累成的城墙 这种低矮的墙体 完全跟巍峨 坚固挂不上钩 墙面没有埋设道次 钩边也没有护城河 魔鬼甚至不需要攻城气血 单靠手脚就能爬上来 他心里的失望 又加重了一分 城墙每隔百步左右 便设有一处前后突出 较为宽敞的平台 似乎是为了架设床弩留下的 沿着墙顶走了没多久 艾格莎很快看到了 这次测试的对象 武器的外形实在太过特殊 以至于很难让人忽略它的存在 那是一架金属制成的 长管状物体 有点像放大了好几倍的铁毛 可偏偏没有毛间 它通体光滑 看上去偏映灰色 并不像是铁制品 长管尾端的部件较为复杂 除了固定支架外 还有两根较短的管子 贴合在主管上下 既没有绳索 也没有建槽 光从外表来看 不像是放大型的床弩或投石机 但他同样没有琢磨出 这玩意该怎么攻击敌人 这就是边锤镇的最新研制武器 象征着正义与荣光的 152毫米药塞标准型火炮 王子仰手道 比起12磅也战炮 他拥有多项改进 各类指标出众 绝对称得上是一种化时代的武器 艾格莎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什么正义与荣光 药塞标准型 听起来给人感觉就很轻浮 后面一连串介绍 则显得傲口无比 完全是硬拼出来的生造词 他真的是Windy口中博学多彩 深受女巫们信赖的王子吗 啪啪啪 现场只有夜音一个人鼓掌 现在就进行试射 铁斧 开始吧 是 殿下 三名身着统一制服的人 立刻行动起来 艾格莎站在一旁 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人的每一个动作 希望可以从中摸清楚 这台武器的运作原理 只见一人滑下长管尾部的铁块 另一人立刻朝管子里 塞入一枚橙黄色的尖头物体 接着合拢铁块 报告 准备完成 可以发射 大家捂上耳朵 王子做了个示范动作 点头道 开火 等一下 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艾格莎刚想开口询问 一阵巨响忽然在耳边炸开 她的脑袋中顿时嗡鸣一声 周围陡然安静下来 金属场管前段 喷发出一团橘红色的火焰 耀眼而短暂 那一瞬间 她感受到了火焰中蕴含的强大力量 脚下的城墙仿佛未知颤抖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 身子几乎站立不住般连退两步 火炮自身也猛地向后一沉 但很快 她又平稳地回到了原位 叶英从身后扶住了她 似乎在说些什么 但她只能隐隐听到 断断续续的轻微话语 仿佛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一般 直到嗡鸣声渐渐消退 听觉才恢复正常 你没事吧 她摇摇头 将目光移向前方空旷的雪地 但什么变化也没有看法 难道这团火焰 只是为了恐吓敌人 观察到落点了吗 王子温身边 一名披着绿发的女巫 砸在了一个小山包后 逼得最近的是红色旗帜 后者观望了会儿 但仍要远上不守 红色旗帜 艾格莎疑惑地望着罗兰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好在王子殿下 很快就解答了她的疑惑 这门武器可以将炮弹 你理解为弩箭就好 投射出去 用于打击尚在远处的敌人 为了观察炮击范围 我让闪电每隔一千米 就放下面踩旗 红色旗帜已经是最后一感 逼在五千米外 她解释道 按照你熟悉的尺寸换算 一千米差不多有三百多丈 接近两里的距离 艾格莎愣在了原地 难道对方的意思是 她刚才将塞进去的弩箭 投送到了十里之外 明明没有绳索和蓄力机构 她是怎么做到这点的 要知道 即便是依靠魔力驱动的工程兽 最远投射距离 也只有三到四里 如果她没有说谎的话 只要建设起一道高耸厚石的城墙 搭配上这种武器 就能有效组织魔鬼进攻的脚步 但是 射成如此惊人的武器 想要发射一次 恐怕也很不容易吧 看不到炮弹落在哪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王子摸着下巴道 接下来测试下三连发 快速评射 攻击 近距离目标好了 10357章 魏成品第二次开火时 艾格莎提前堵上了耳朵 然后她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没有预想中漫长的蓄力工作 看似庞大的金属场管 展现出了完全与之 不服的轻盈 每一次射击时 都像在撼动大地 然而基座纹丝不动 仿佛两者毫无关联一般 长管每次后退 与复位迅速且精确 这一过程 甚至不需要人为控制 四名操作者中 只有三人在忙碌 被称为铁府的指挥者 仅仅是站在一旁发号施令 退下金属挡块 拔落铜壳 塞入新的弩箭 再开火 如此循环 艾格莎几乎每时息 就能感受到 这道汗天动地的雷霆之怒 而近距离的评射 也让她亲眼目睹了 两里外 接二连三掀起的雪柱和泥土 王子没有 骗人 这门武器 的确将弩箭发射了出去 而且速度快到 无法以肉眼捕捉 从开火到雪柱 扬起的时间来判断 就算是超凡之上 也绝对无法避开她的攻击 艾格莎望着这台 银白色的长管武器 不禁有些吃了 如果 如果塔奇拉 当时能拥有这样强大的武器 说不定就能将可怕的魔鬼 统统拦在城墙下 从而避免城墙被摧毁后 陷入消耗战的泥潭 战争走向 恐怕也不会 变得如此糟糕 这是女巫制造出来的武器 好了好一阵子 她才咽了口口水 低声问道 从她光洁正亮的外表来看 这绝非凡人 用双手和铁锤 能敲打出来的 但王子的回答 让她大为意外 女巫和凡人共同的杰作 她笑道 要塞炮从冶炼到铸造 独有女巫包办 而发射用的炮弹 则是炼金师的功劳 顺便一提 参与制造的女巫里 出了安娜外 其余都是 你所谓的辅助女巫 艾格莎 忽然感到长久以来 形成的观念 出现了一条裂缝 她本以为自己对待凡人 已足够宽容 甚至还因此 受到了探秘会的排挤 但现在看来 自己做的竟还远远不够 联合会自始至终就错了吗 难道王子说的才是对的 凡人可以战胜魔鬼 可倘若女巫和凡人的协作 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第一次神异之战 仍是以惨败告终 疑问不断在她脑海中涌现 艾格莎觉得无比迷茫起来 当药赛炮连续喷出火焰时 提力同样感受到了 强烈的震撼 虽然她曾在城墙上 目睹过火炮轰击斜兽时的场景 不过那些火气的缺点 也很明显 远距离难以命中 靠近了 无法向下攻击 只有中距离 才能发挥最佳威力 然而装填速度较慢 对付敏捷的混合种斜兽时 很可能还未点火 敌人就已经窜到了城墙脚下 另外为了快速装药 激发 一个炮组需要5到10人来操作 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 就会影响到武器运行 而且点火时 需要有人专门照看火源 大雨 来临时 野战炮恐怕无法发挥任何作用 但罗兰新研制的这门要塞炮 完全不负以上缺点 从后部装药 可以使得炮口低于炮尾 近距离射击范围大大增加 射速更是翻了好几倍 而人员反而减少到了3人 同时无需明火激发 意味着恶劣天气也能作战 加上远胜投尸机的攻击范围 完全配得上 罗兰口中划时代的武器一词 尽管目前 他需要女巫的能力才能制作 不过提力相信 这只是暂时的状况 希尔维的观察 可以作为证明 曾经只有首席骑士 才能配备的连发武器 如今已发放到每一位士兵手中 安娜只需 做出一批专门生产该武器的设备 具体的铸造和组装 可以由工人们自行完成 看到灰烬和安德利亚的表情 就知道 要塞炮对他们来说 同样是件难以想象的玩意 拥有这样的盟友 着实是件好事 可作为哥哥的感觉 变得更加遥远了 他甚至觉得 对方已经远远走在了自己前面 这种感觉 让体力微微有些失落 如果他能更坦诚点就好了 罗兰看到好不容易凑出的炮弹 眨眼间就消耗一空 心里肉痛的不行 即使如此 他仍得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来掩饰自己心中的不舍 这并非是新火炮真正意义上的试射 为了达到行云流水的掩饰效果 他让铁府从火炮营调来了一对精锐炮兵 提前数天就开始了模拟射击练习 期间还进行过两发实弹射击 这一次 不过是专门给女巫观看的力量展示 射击过程很顺利 结果也很理想 至少从艾格莎一脸震惊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 火炮的表现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除了152毫米这个神圣的口径外 其他部分都和现实中的152相插渗源 有了安娜的精密加工能力 搭配上路西亚的元素提纯 最后再由希尔维补上金属碳伤环节 理论上 他可以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成熟火炮 而不是一门射程只有七八公里的纺制品 关键在于细节 目前来看 他的钥匙设置的太小了 考虑到定装弹重量问题 罗兰有意缩小了钥匙体积 保制炮弹装药不够 尽管他拥有40倍径的修长生管 射程仍不太理想 另外一点便是发射药 由于消化甘油仍然在适配当中 炮弹装填的全部是消化棉 这也是罗兰心疼的原因 几枚炮弹消耗的消化棉 足以填满数千发子弹了 另外这些无烟发射药 没有经过胶宁化处理 相当于进一步减少了装药 最后 炮弹本身仍然是一枚放大板的子弹 弹头 没有装药 杀伤力 全靠动能 为命中目标就意味着临伤害 现阶段只能用于攻击一些行动缓慢的敌人 总之 想要做到弹幕覆盖 火炮洗地这一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而罗兰感到 时间或许不像自己最初预想的那般充裕 自从得知魔石改造竟源自于魔鬼后 他心中的预警声就越来越强烈了 假如魔鬼也拥有自己的科技 会不会同样出现在某一时期 技术水平突飞猛进的现象 第0358章 邀请这并不是胡乱猜想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就是绝好的证明 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 花去了人类近100万年时光 而从铁器时代到蒸汽时代 则迅速缩短到了3200年 接下来从蒸汽时代迈入电器时代 仅仅只用了150年时间 再过50年后 便直接迎来了信息时代 从艾葛莎透露的消息里 可以知道 魔鬼并非毫无变化的族群 在800多年前 他们的作战方式和人类相似 手持青铜和生铁打造的刀盾近身搏斗 为了对抗女巫 一些高阶魔鬼还会佩戴上神阀之石 每逢攻城战 面对墙头的弓母 投石机等远距离攻击武器 魔鬼基本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应对手段 常常得付出惨重伤亡 才能攻克一座奸程 如果不是天生怪力 恐怕第一次神异之战人类 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但在第二次神异之战时 对方就已经发展出了 可以批量生产的魔石 族群也产生了分化 不同形态的魔鬼 担任的作战任务不同 就连数量众多的狂魔 也拥有了远距离进攻手段 听艾格莎的说法 他们甚至造出了 利用魔石驱动的运输工具和工程器械 如今又过去了400多年 他们已经进化成什么样子了 罗兰本以为艾格莎能为自己 带来塔奇拉探秘会的魔石科技 从而开辟出一条工业发展的新道路 但没想到这种技术居然来自敌人 如此一来 与魔鬼的较量 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 工业科技对魔石科技的战争 谁发展得更快 谁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想到这儿罗兰不禁叹了口气 看来有必要 和提力好好谈一谈了 吃过晚饭后 罗兰在办公室等来了提力 温布顿 见到对方独自一人前来 他心里颇感欣慰 至少在信任方面 两地之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听叶英说 你有事情想找我商量 他坐下后开门见山道 没错 罗兰亲手到了杯茶 递到他面前 主要是如何应对第三次神异之战 以及我们的未来 提力接过茶杯 眨了眨眼睛 似乎在等他继续说下去 从艾格沙的话里可以得知 四代王国不过是曙光静一角 就连蛮荒地以前 也是繁盛的沃土平原 人类曾两次败于魔鬼之手 还不得不退缩到此地 按照石门开启的时间 第三次神异之战 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罗兰犹豫了片刻 直言道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提力微微一正 随后不由地倾笑道 我没想到 你会说 这个 魔鬼的实力难以预测 我们必须聚集起 所有能聚集的力量 才有机会赢得战争 虽然艾格沙称 第一次神异之战 是由凡人和女巫协作 但很可能只是 维持在表面上的共同作战 和第二次神异之战 并没有本质区别 他用诚恳的口吻说道 你也看到了 我脑海中多出的这部分记忆 掌握着足以战胜魔鬼的武器 里面的东西 一旦转化为实体 凡人也能爆发出 超乎想象的力量 女巫负责运转战争机器 普通人投入战争 才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在大战来临之际 每多一个人 就等于多一份力量 提力喝了口茶 迟迟没有回答 这让罗兰的心也悬了起来 但这种时候 着急也没有用 他表面上装出镇定的模样 静静等待对方开口 差不多过了约半个钟之后 提力才叹了口气 打破沉默道 如果我留下来 沉睡倒的女巫该怎么办 这意思是答应了 罗兰按捺住兴奋之情 让他们都来边垂镇吧 这里完全可以接纳他们 我会专门画出一块领地 供你的女巫居住 并且每个人的待遇 都和女巫联盟一致 啊 我并不是 要将他们全部归入女巫联盟 他们还是由你来领导 相当于在西境 建立一个自治特区 这样既方便合作 也能增进彼此间的相互了解 待遇全部一致 他忍不住轻笑道 你倒不嫌弃他们的能力 要知道大部分人 都没法为你战斗 不不 罗兰连连摆手 在我设想的合作模式下 辅助女巫 反而能比战斗女巫 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他强化的不是自身 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自然界中不缺乏力量 只缺乏发现 利用力量的人 就这一点言 辅助女巫的能力 要胜过太多 所以说 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 他狡黠地问道 的确是优渥的条件 提立笑着摇了摇头 于公来说 我无法拒绝 与你一同对抗魔鬼的入侵 于四来说 我也很希望留在这里 学习那些有趣的知识 但我现在不能答应你 罗兰正了正 下意识问道 为什么 卢兰顿时一致 答案几乎不需要思考 若自己遇上这样的选择 绝对不会轻易 答应别人 在大多时候 贴得越近越 容易发生矛盾 所谓远交近攻 正是由此而来 视力与视力之间是如此 就连情人间的相处 也是如此 看 你的顾虑也和我一样 可 你是我妹妹 我总不会害你 罗兰 只好尽最后的努力 是吗 但你说的那些理由 我始终难以相信 体力有些忧伤的闭上眼睛 这或许也是 我无法立刻答应你的原因 他顿了顿 似乎想将这些思绪抛开 目前 还是让我们以盟友的身份相处吧 我会全力支持边锤镇的建设 如果你有需要用到的女巫 我会尽可能先满足你的要求 假若真的难以抵挡住魔鬼的攻势 你还可以回到沉睡岛 平静地度过这一生 这也是 我目前所能做到的了 第零三五九章 不同的选择 碧炉的火光摇曳了两下 渐渐暗淡下去 叶英献出身形 往里面又填了几根柴火 炉子里 顿时发出噼啪的声响 火苗陡然明亮起来 罗兰望着杯子被拉长的阴影 深深吐出口气 体力已经离开好一段时间了 他一直在回想两人的对话 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改变这个结果 但终究没有寻得答案 信任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除了投入时间外 其他方法都收效甚微 原来你也有办不到的事情 叶英拍了拍手上的灰尘 走过来 坐回到他的老位置上 你那天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 善意的谎言 罗兰靠在椅背上 他不愿意相信 也很正常 他顿了顿 你以前说自己有个弟弟 如果他忽然变得跟以往大不相同 并强调自己仍然是本人 你会相信他吗 你是说 那个看起来天真无险 转过身就背叛我了 我的家伙 叶英撇撇嘴 在我看来 他跟突变基本没什么区别 好吧 我不该提这个的 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脱离了 葛兰家族 他们都只是陌生人而已 他不以为然道 我和他也曾像陌生人一般 罗兰叹了口气 或者说 我跟王公里每个人都相处得不好 如果你烦闷的话 不妨说给我听听 叶英微微一笑 我对王公里的生活 一直十分好奇 也很想知道 你当时性格有多么恶恋 能让糟糕的名声 传到荧光城来 老实说 那时候我 可比现在坏多了 罗兰忍不住翘起嘴角 挑记忆里的往事 简单说了几个 大概将他摔进玻璃渣的那一刻起 他就开始厌恶我了 的确挺 糟糕的 他扎舌道 不过 我觉得 他现在并不讨厌你 哦 罗兰挑了挑眉头 这你都知道 当然 他不是说了几句话吗 于斯来说 我也很希望留在这里 学习那些有趣的知识 叶英模仿道 听起来像是安慰之词 但事实 却是 他说这句话时 并没有再说谎 如果真像过去那般厌恶的话 怎么都不会 想要留在此地吧 你是在安慰我吗 罗兰笑道 如果陈述事实 也算的话 他怂怂间 而且我觉得 维持现状也挺好的 为什么 他答应优先为小镇 提供女巫 支持你对抗魔鬼 那么再不在这里 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沉睡倒 女巫一下全部涌进来 里面多几个 像灰烬这样的家伙 我可就要忙死了 叶英往嘴里丢了一片鱼竿 嘔闹道 不是每个人 都像麦西那样听话的 罗兰不禁笑出声来 听你的说法 你似乎找过灰烬麻烦 那 没 我怎么会呢 叶英摆摆手 只是偶尔盯着他 以防他对女巫联盟成员 不利罢了 真的吗 他偏开头 吹了声口哨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罗兰盯着他道 为什么我被拒绝后 总感觉你其实挺开心的 那就是错觉 叶英肯定道 随后他望向门口方向 嗯 又有人来了 说完隐去了身形 这是惊蝉脱鞘之计吗 刚这么想着 办公室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罗兰大感意外 现在都快半夜了 居然还有人来 他重新为烛台 换上一根蜡烛 进来吧 推开房门的是爱可杀 这让王子不由的疑愣 有什么事吗 对方一语不发地 走到桌前的圆灯边 坐下 听温蒂女士说 无论是能克制超凡者的火枪 还是射成惊人的火炮 都是源自于你的念头 而这些东西的原理和制作方法 全部记录在你写的那几本书中 你是指 自然科学理论基础 和初等化学吗 上面的确有相关原理 至于制作方法 限于篇幅并没有写上去 罗兰说道 毕竟这只是初级理论教材 你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事 只有女巫联盟的成员 才能学习这些知识 对吧 她没有回答 而是接着问道 罗兰点点头 心里大概已经猜出 对方想要说什么了 那我申请加入女巫联盟 爱可杀几乎没有停顿地说道 但女巫联盟 是属于边陀镇的组织 你确定要为小镇效力吗 她好奇道 她的领主并非超凡之上 只是一名普通的凡人 能造出足以对抗魔鬼的武器 就不能算是普通的凡人 即使是探秘会 也会留有你的一席 爱可杀稍稍停顿 只要不危害女巫 不与联合会的幸存者为敌 我不介意和一名凡人合作 大概现在就要说出 唯一名凡人效力 对她而言暂时困难了点 不过爱可杀的接受能力 已经让罗兰刮目相看 也许从事研究的人 总是能很快接受新事物 她忍住心底的效益 我原以为你会 跟随提力前往沉睡岛 那里是一座 有女巫组建的城市 一处用于逃避教会 追捕的避难所而已 她摇摇头 我已经向他们打听清楚 才做出的这个决定 而且 有女巫统治的城市 我在冰封前见过太多 如今他们 一个个都淹没在了尘埃之中 不战胜魔鬼 就毫无意义 我希望能在此地 看到胜利的希望 你会的 罗兰点头道 不过 不与联合会为敌 这一点 我无法给予保证 因为他可能并未消亡 而是换了一个名字 将自己隐藏起来 什么 爱个杀一愣 我仔细想过了 你说的话 即使失败 陶里塔奇拉 联合会也拥有超凡之上 和一批圣佑武士 在这片到处都是 土著的未开化地带 不大可能完全断绝消息 除非他们 自己想这么做 罗兰沉生道 教会很有可能就是 联合会的化身 并不是凡人 从女巫们手中 夺走了权力 和神伐军的制造方法 而是女巫自己 将联合会 变成了猎捕女巫的组织 如此一来 他们才更方便 制造大量的神伐军 你是说 现在女巫遭受压迫 和猎杀的悲惨处境 都是联合会干的 她难以置信道 我不能肯定 这只是一种推测 罗兰站起身 走到书柜前 抽出几本厚重的黑皮书 交到她手中 这些书里 有教会自己撰写的编年史 也有詹星家记载的 四大王国史 你可以参考下 不管如何 教会 现在已是我们的敌人 也是今后 必须要消灭的对象 如果你决定 站在女巫这一边 与我一同对抗 魔鬼的话 女巫联盟欢迎你的 加入 10360章 寒冰第二天一早 艾格莎便从罗兰手中 拿到了一张精致的 羊皮纸卷 这是什么 契约 按下手印后 你就正是属于 女巫联盟的一员了 她摊开纸卷 将纸上的内容 详细看过一遍后 差一道 就这样 嗯 对方似乎不大明白 她的意思 哪样 上面的约束毫无异议 艾格莎指了指效力内容一行 只提到了 在没有违背双方共识的情况下 不得背叛边垂镇 但没有任何约束措施 如果真要背叛的话 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 而且上面的用词 也太不严谨 这真是一份契约吗 嗯 我当时随手写下的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王子点点头 并不显意外 看样子 自己不是一个指出这份契约有问题的人 漏洞百出的形式 她暗地里付匪了一番 戳了戳印尼 按下手印 联盟契约对双方的要求都甚少 按上面的条款 加入后基本感受不到什么变化 虽然觉得有些多此一举 但她心里也轻松了不少 嘴上说是与凡人合作 可她心中清楚 这名灰发男子 是女巫联盟的实际领导人 如果要像对待联合会高层 或者三成之主那样 毕恭毕敬地为一名凡人效力 她恐怕难以接受 现在来看 至少自己拥有相当大的自由 罗兰收好羊皮券 好奇地问道 在塔奇拉 契约上的约束又是怎样的 招募凡人时才需要这个 从肉体惩罚到精神折磨 应有尽有 她撇撇嘴 至于我们 并不需要签这样的东西 联合会是终生制的 一旦加入 叛逃者只有死路一条 好吧 她吸了口气 欢迎你加入女巫联盟 用过早餐后 记得来城堡花园一趟 我需要全面测试一次 你的能力 能力测试的过程 比艾格莎想象的要简单 在王子面前 将能力的各个特性演示一遍 再回答她几个问题 就算结束了 活力形态 呈天蓝色五边形棱柱体 容纳水平中等 类型为召唤 能力目前已经进化过一次 最初表现效果 为创造低温 进化之后 可以实现常温固节 非常方便的能力 罗兰记录完后问道 你是如何让自己的能力 产生进化的 不断地练习 和一次偶然顿武 她骄傲地说道 身为年纪 最轻的高阶觉醒者 当时联合会 所有人都称她为 塔奇拉的天才 我每天都在尝试 让温度降得更低 使水能够快速冻结 直到有一天 我目睹了一位 操控火焰的女巫 将一块铅饼融化成液体 随着火焰继续火烤 铅水开始沸腾 这个景象让我领悟到 或许万物都拥有三态 气态 液态和固态 先在常温下成固态 但只要温度够高 也能化作气体 水在常温下为液态 温度下降的话 则会凝固成冰 那么常温下 就呈现出气态的气体 会不会如同铅那般 只要温度足够低 亦能冻结起来 抱着这个念头施展能力 我很快便感受到 体内的魔力 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最终晋升为了高阶女巫 而这个顿悟 也被录入万法通责中 事实上 她还是这本书中 最为年轻的收录者 当时就连三席都对自己称赞 有加 认为这个顿悟 不仅对女巫晋升 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对现实研究同样意义重大 不过当她郑重说出这番话后 对方的表现相当平静 原来如此 王子点点头 万法通责 是什么 等等 你不觉得惊讶吗 艾格莎差一道 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气体 它看似飘渺不定 没有重量 实际上即可以变为流淌的水 也能化作凝结的冰 挺正常的现象 而且气体还分许多种 每种的沸点和溶点各不相同 博兰怂怂间 为什么要觉得惊讶 这些内容在 自然科学理论基础 尚算是常识 艾格莎忽然觉得胸口有点闷 她深呼吸了两口 好吧 我会好好研读这本书的 那 万法通责 就是记载所有高阶觉醒者 能力进化的感悟和历程 她美好气道 不过女巫的能力 本就各不相同 很难通过模仿和参照 来实现晋升 自然比不上你的 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了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王子一脸纳闷 哦 是我太自大了 艾格莎觉得心里更憋闷了 嗨嗨 大概是看出自己的不快 她换了个话题 你刚才说 女巫的能力各不相同 难道联合会数千名女巫中 就没有一个能力重复之人 没有 她硬邦邦地回答道 汉密会认为 魔力的形态决定能力 但没有哪个女巫的魔力形态 完全相同 可你之前看到安娜时 一眼就认为这是火焰类能力 这只是通俗的分法 简单一懂而已 发光发热的能力 都可以被称为火焰类 但随着魔力增长 成年固化 或者进阶觉醒 看似相同的能力 会发生极大的改变 就算是最初阶段的火焰 有的女巫擅长控制温度 而有的女巫火势更大 还有的可以将其投射出去 即使暂时看不出来 差异 也是观察手段 不到位导致的 艾格莎说道 汉密会的划分方法 则更加正式 总体来说 和你的分法差不多 也是三类 罗兰问 四类 主要区别在于 召唤型上 汉密会将其分为了两种类型 一种称为魔能 一种称为塑形 你应该从字面意思就能明白 它们的区别 魔能是指 魔力终止即消失的召唤 而塑形则是像索罗亚画出来的 涂层那般 能够长期存在的召唤 虽然我不知道 索罗亚的能力 具体是什么样子 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能长期存在的 都可以是做塑形召唤 比如说 我的常温固解 明白了 罗兰将这些内容也记录下来 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按照惯例 我没有交代任务时 一 可以自行练习能力 不过 我觉得 现在有一个人 或许急需要你的帮助 谁 烟锤镇的首席练金师 凯末 斯锤尔